交通部推出行人優先區10月1號上路 新增行人優先區起點終點標誌 圖案為藍底白字和圖案 在行人優先區內車速不得超過20公里 一般超速最重處2400元罰還 嚴重超速最重罰36000元 而行人可以在行人優先區道路全寬通行 不需要靠路邊走 如果汽機車按喇叭驅趕行人 可罰300到600元 不過這心智也引起網友論戰 有人批評是帝王條款2.0 已經變行車地獄 但也有網友支持 提出以前學校和醫院周邊都要減速慢行 行人優先區在歐洲日本等一堆國家都有 交通部則表示行人優先區在學區商圈等部分路段設置 不會再主幹道 另外近日朝野立委質疑行人地獄話題 認為交通部砸錢修法行人死傷不減反增 交通部長陳世凱坦言 交通狀況確實引發擔憂 行人事故以長者居多會加強宣道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怎麼不到 在身上 警衝